林口关照园如同无家者的中途之家 主要提供照顾年迈或身体健康问题等需要暂时休养的街友 让他们能够有像家一样的场所可以休息 除了提供一般照顾外 关照园也积极重建许多面向的技能 希望让无家者们能够回归社会 非常感谢我们福人大学社科院 还有我们救协救命协会 以及我们善业社会关怀协会 那打造了这样的一个showroom的空间 让我们的街友未来在面临自立生活的时候 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温暖 配合我们福大学社的计划 然后来到这边去执行showroom的这个发想 那一开始也不知道说原来这个计划会这么成功 其实这个成果是非常好的 由福大社会系学生与关照园 救协救命联手打造的无家者物资祝福站 里面摆放着由各善心团体所捐赠的衣物 鞋帽 日用品和家电等 今五日邀请社会局副局长 吴淑芳到场接牌启用 那也谢谢我们福人大学 有这样的EOS计划能够跟我们社会局做连结 那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街友的一个扶植部分 能够带给大家更新的一个方向 那也祝福我们的街友 未来在社会自立生活都可以顺遂平安 那我们也希望借有这个计划是确实能让在这边需要 已经有离原需求或者是说有需要物资的居民 能够真正发挥这个showroom的功能 专属于无家者的showroom提供就业与自立租屋祝福包 让无家者可以在这里挑选他需要的物资 希望借此鼓励无家者经过短暂休息后 能够恢复满满元气 迎接他们的新生活 记者胡萱林口采访报道